今集我们请来一对诗班 它叫做海众圣名圣乐学院合唱团 大家还记得这对合唱团吗? 之前他们也有上过这个节目 为大家献唱过《当主眼仰望耶稣》这首歌 不如我们先来听听今集他们为我们献唱的一首诗歌 叫做《蒙爱得福圣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 desde被害盛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是倾功夫与路 多放爱去世山 见受主圣道 永远望爱 永远得富 永远望上去念记 为主老夫共作圣徒 天父家永远安慰 或是见受静怀报 或是永远尽力度 多放爱去世山 成为我遥远 永远望爱 永远得富 永远望上去念记 为主老夫共作圣徒 天父家永远安慰 我知合唱团成员 都是来自香港不同的中派 不同的教会 他们用公余的时间去学圣乐 装备自己 然后用在教会的圣乐侍奉上 不单止是这样 他们还开始对外是逢 原来因为有些教会 开始无了师班 一旦遇上有信徒安息 临时临急都组成不设施班 在安息礼中领唱或献唱 那怎么算好呢 于是他们就会在这些安息礼中 以性恶去服侍 帮助有需要的人 其实这种性恶的服务 都可以算是一种社会服务 为什么会是社会服务呢 因为有一些家庭 可能经济上真的有困难 他们遇上喪事的时候 教会或一些社会团体 能够提供援助 其实是给他们很大而实际的支持 合唱团就尝试过帮助 一些穷困的家庭的安息礼现场 其实比起表演 可能更加激发到团员去学习性恶 今集 适逢他们的安息礼现场之后 我们可以访问到吴思源老师 吴思源先生 我也可真正传播另一个频道 信仰讲清楚 称他为老师 他原本是一位资深的文字工作者 曾经在突破杂志担任总编辑 大约在十年前 他转行加入殡葬行业 成立殡葬服务机构完美据好 替忙者举行安息礼拜 陪伴家人度过哀伤期 曾经有人访问过思源老师 说 为什么你的工作有这么大转变 吴老师就说 我又不觉得有很大转变 同样都是服务人群 以前做辅导 帮助人走出困境 现在只是转换了场景 在殡仪馆或教堂 但同样帮助丧亲者走出哀伤 所以今天很荣幸 可以触紧机会 在一间教堂举行安息礼后 访问思源老师 我们来看看片段吧 各位观众好 好开心今天我能够邀请到 吴思源老师来到我们当中的节目 接受访问 吴思源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很有兴趣知道一个题目 以前安息礼多数在殡仪馆做的 但近年好像有一个趋势 都会提倡在教会进行安息礼 我知道吴思源老师 在这个行业都有很资深的经验 所以今天邀请他来这个节目 接受访问 就想听一下关于这方面 扮你这么多在教堂举行安息礼的心得 好 事实上不是资深的从业园 也是十年 大约十年前我都留意到 正如刚才 议员而提到 大部分的安息礼都在殡仪馆 我留意到教堂 事实上是一个更加理想的地方 其实在外国 在英国、加拿大、澳洲 大部分的 如果是信仆的安息礼 差不多大部分都在教堂举行 因为教堂 差不多是生到病死 从出生至结婚 直到离开世界 都在教堂 但是香港这个情况 比较特别 因为香港第一个现实的环境 很多教堂都在商务大厦 事实上是北方建议都做不到 是安息礼的 但是香港都有不少 就是独立 我们叫做 是座堂式的教堂 那变成了 无论是门口停车 各个轮舊的搬运 事实上都适合 但是 就基于很多文化的原因 一直以来 就有少少抗拒 就是 不是很想开放教堂 那我十年前开始 就算是 比较大力推动 也都很感恩 其实以前都有部分教堂肯做的 但是多数是给自己教友 或者教友之中 一些比较长辈 大大牧师 就比较容易在教堂做 但是现在 经过这十年的努力 也都很多教堂的配合 和协助 事实上现在 真的多了在教堂 因为一般的信徒 是举行安息礼的 那经过这十年里面 会不会分享到一些看到的转变 例如在教堂进行安息礼 会不会有师班 去帮助礼仪当中的进行 因为有时候在殡仪馆 都会聘请一些师班去唱 但是那些师班 有时候都会表示 在殡仪馆唱歌很难 因为那些琴不是那么专业 可能只有一个小器材 另外那些小器材 又加速了几个键 又坏了 又坏了 又走音 而且又背对着师班 那在教堂 会不会的情况更理想 教堂固然肯定是比较理想 但是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个大前提 事实上不是每个安息礼 一定要有师班 但是有师歌是一定要的 比如你有小组献唱都可以的 因为每个安息礼 那个出席的人数 和和座堂的那个面积 有没有设施班值都有些关系的 但大致上 如果在安息礼里面 无论在殡仪馆 或者在教堂 甚至乎有些简化一点 就在医院的小礼堂 甚至有些去到火花牆 那个少礼堂 然后先做安息礼 都有的 那变成了 其实每个安息礼 如果能够是有师班 或者有献唱小组 献师小组 我觉得是给到家人 和来人的安慰 肯定是大一点的 是 没错没错 还有在礼仪当中 有些会众师 譬如有些亲友 可能未信主耶稣 不懂得唱那些师歌 有师歌小组 又可以提升唱众的气氛 那些难得 因为都有人说过 安息礼 其实都是一个 传福音的带好时机 因为亡者的家人 和朋友 未必个人信主 但是他们为了 爱这位 世去的朋友 可能都会参与 这个安息礼 在当中听的信息 听的诗歌 都是带给他们 一个福音的信息 但是我又觉得 在安息礼 其实很多要学习 很多小节 例如观目的进堂 退堂 所有私奉人员的配套 平日我们在教会 不能学习 这方面 可否分享到一些心得 怎样去做这些教育 好的 是对的 事实上 一个安息礼 就等于一个崇拜 这个崇拜 不过这个崇拜的主角 就是有两个 第一我们的主 第二 就是我们为 替亡者 做一个最后的送业 事实上 有些宗派 他们的神学 将这个叫安息礼拜 就是看为 亡者 在地上的最后一个崇拜 所以 它背后 是有神学 有不同的批格 正如 刚才 远离说得对 因为香港 大部分的教会 事实上是缺乏 教堂安息礼的经验 就自有一些 我们一般称为 礼仪教会 或者大宗派教会 它是有一套礼仪 包括 就是棺木的进场 棺木的摆放 比如摆放 打横摆 打直摆 在头向哪裏 脚向哪裏 背后都是神学 这个将来有机会 慢慢可以讲解 接着就是 施班的进场 或者是进场礼 和离场礼 其实都有一些批凡 但是内容上 事实上也是等于一个崇拜 例如我们多数来说 有慧众师 有读经 有祈祷 有家人或亲人的 我们叫做缅怀分享 有牧师的正道 一般如果是喪礼 就叫做慰免 就是一个安慰 一个免礼 等等 都有一个批格 有一个结构 但是 进场的时间 那个礼仪 怎样行发 怎样离场 有没有扶灵 事实上也是中间有些变化 这个就适于 当年好像 我们这方面 都是略有些经验 其实通常我们 就是和主礼的牧师 之前都有好的沟通 亦都尊重不同教会的礼仪 事实上也正如我刚才说 香港很多牧者 其实是不要去教堂 主持安慰礼的经验 我们都接触不少 很感谢主 我们在大事上 都能够合作无间 可以讲解到 大约一般的礼仪 也尊重牧者的意见 大家要共识 结果就造成 整个过程 尽量比较流畅 事实上 来的来宾 刚才宇宇说得对 来出席 安慰礼 或者喪礼的来宾 有很多都不一定是好 当然这个亡者 亡者是 亡者的家人是 但有很多同事 同学 他们不是信徒 他们往往就是 第一次进入教堂 所以都是一个好的时机 我们做一个 敷衍的见证 就是让是未信的人 去透过参加 出席安慰礼 要了解到 我们基督教 对生死的意义 以及如何去纪念一个先人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 你可以说 是一个宣教的场合 但又要留意 我们千万不要将 我们的安慰礼 变为报道会 然后一 安慰礼的主角 我觉得 方常是两个 第一我们的主 第二 我们的各位亡者 我们将亡者交托给主 亦都透过这个 这个安慰礼 这个安慰礼 纪念这位亡者 变成如果 我们在讲道 或其他的祈祷之中 我们偏离了 对亡者的怀念 而往往是 变成好像是 讲圣经 对于死亡的教导 这个我觉得 现在变成了 变成一个主日学 或者一个舞蹈班 这个 这个 效果反而 是会打很大的折扣的 是 在访问中 我们体会到 性乐和建筑物 原来都扯上一些关系 因为在不同的地点 献唱师歌 有时是很考验到 一对歌唱团队的唱歌经验 他们的准备和变通能力 试想象下 每场安息礼的准备时间 其实不会很多 可以说每次 侍奉都是突发的 所以 平日的准备功夫 就更加要做足 以用在一时 好像 诗原老师的访问片段说 最重要是多些沟通 尊重不同中派 有自己的礼仪和程序 加上安息礼里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集合机会 让未信主的亲友聚首一堂 虽然目的 未必是能够将一场安息礼 变成报道会 但是透过其中崇拜的讲道 诗歌的歌词讯息 或者也让亡者亲友 是有思考人生 思想生命的争议的机会 以下来 我们会继续再听诗原老师的访问 看看一场安息礼里 其实要学习和注意的地方 刚才提到 香港自由 一般叫礼仪教会 他们有一个安息礼拜的礼仪神学 因为他们的教堂 一直很多年以来 都可以做安息礼拜 他们的牧者 不单有神学的基础 亦有实践的经验 这个不需要另外再教 但是因为香港大部分的教会 是属于礼仪教会 他们亦没有去圣堂或教堂的经验 是比较少的 所以如果那方面 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学习 我们来说通常会 我们是联络有关的牧者 请他们提早第一半至一小时 才去教堂 我们先跟他们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例如应该如何走 如何坐 这个都要讲解 但因为每个教堂的环境不同 有些台在这边 有些台在这边 有些台在另一边 很好 所以你都需要去到现场 才有一个变化 但如果再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大致上 我们很乐意 为香港的牧者 提供一些基本的训练 就是如果那个安息礼是在教堂 有什么基本的要注意 但他们到现场都要去执生 这个如果是我们的机构来说 我们很注重现场的 你说有些少许的培训 这个我们需要去做 但因为不同的旁 又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很难说 一本才需要看到脑 很多变化 但基本的原则步骤 我觉得是可以说的 真的要很灵活 我记得我参与过一次安息礼 就是像吴鲁斯所说 在一个很礼儀的教会里面 带着一对斯班唱歌 我们跑了阵营 我们就看到人多 又有楼梯级 一排站在楼梯级上面 一排在下面 牧师就很紧张 走出来说 哎呀 那个是圣坛的位置 不能够站上去 所以斯班要很灵活 立刻变成阵营 所以这里当中 看来好像很小节的地方 但就是需要 整队的队伍很灵活 那些侍奉人员 很知道 那些侍奉的态度 心态很准确 知道是为了 像吴鲁斯所说的 一个安息礼 第一服务是主 第二是个忙者 在过程中 能够灵活 变通 知道那些位置不能站 又要立刻改阵营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很需要学习 是的 对 还有一件事要提 就是因为教堂 我们一般有时候 更加庄严 叫圣堂 圣堂 圣堂和殯儀馆 是完全两码尖的事 那我们其实有一点 要好注意 我一定要和那个 桑家和主理教会 讲得很清楚 就是千万不能将 教堂殯儀馆花 你当了教堂 就等于殯儀馆 那里有几点很重要 第一 就是大部分的教堂 是并不鼓励 那些花是全部搬进来 但是我们殯儀馆 全部的花都在旁边左右 这个其实很大的原因 第一奔儀馆外面就没有地方 因为外面就是走廊 第二奔儀馆 通常那些墙是很丑样的 你一定要用花来遮丑 但是教堂本身很漂亮 教堂第一 就是一般人送的花 多数不可以放在教堂的里面 或者它一定有个数量的限制 第二 在圣坛前面 一定只可以放的是刺身的花 甚至乎都有一个数目的限制 比如刚才你提到的教堂 一般来说 最后都在场 一般来说 就是五个至六个花 你不能太多 因为太多 你会挡住了港台 甚至乎影响观感 甚至乎那些花 那些花的摆放 其实都有一个特别的要注意地方 但是一般香港的花店 那些花是第一个很高的 第二个牌也很大 第二个牌也很大 要动起的牌 所以牌要写所有人的名字 如果你是一个庄园的教堂 一看进去 其实是很不美的 所以有点违反了 我刚才提到一个原则 在圣堂举行安息礼 就是只有神和世者 是一个主角 如果我们太尊重 那些宋花太人的名字 那些名字 要鸡鸡鸡鸡 这些名字 你不觉得很大 但是去到圣堂 你觉得很乖 这些我们都需要 跟桑家有很紧密的沟通 如果说到这里 就很感谢神 这十年我们的努力 其实大部分现在接触的家庭 他们都乐意接受这件事 他们就不会说 将圣堂变成一个殡仪馆的 一个代替品 这个是很不同的 就是去殡仪馆做桑礼 和去圣堂做公式礼拜 完全是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教导的讲解方面 要做得更加好些 这些小节真是学问 如果有老师愿意教我们 这些这么细微细眼的地方 真是见眉之住 会反映到细心 甚至是对神学的理解 我曾经也听过 殡仪馆会有尖养为荣的仪式 但是我听过一些牧者说 在教堂就不能做这样 因为就是以一个崇拜主导的角色 会不会在这方面和家人之间 就有一些角力 因为家人可能觉得 都是一个最后的程序 人生最后的程序 希望有一个尖养为荣的意识 但是教堂又不允许 这方面不生的经验 其实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都有一部分教会 它不是不允许 而是将尖养为荣的环节 放在安息礼之前 就是教堂旁边的一个小礼堂 即是说来人来到 例如那个礼是十一点举行 他们十点半就是尖养为荣 尖养完就是概观 然后当那个灵教送入圣堂 就不再开 所以就不是说不可以尖养 其实尖养的时间和地点 就是不同的意思 一样可以尖养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在教堂里面做尖养 并没有违反我们的教义 或者神学 这个主要是传统 或者美感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两个都方便 如果之前尖养也都可以 在教堂我们的礼 最后一部分再尖养 然后大家送别 也是可行的 这方面我也是尊重 那些叫做之前尖养的中派 我都很尊重 很欣赏他们的尖养 但是有些 如果他维持在教堂里面尖养 我也觉得 就不是做错了 那就是一个不同的选择 这方面 都需要跟家人有好的沟通 不过就可以这么说 当家人愿意选择 某些中派的教堂的时间 他已经有个心理准备 所谓入乡随族 你选择到他正如我们 选择一间五星级六星级酒店 去摆寿宴 你都要尊重酒店的要求 你不能用自己 我平时去开那些普通酒楼 我去到那里一定要这样 那就不可以这样 这个我们都需要 很礼貌地 跟我们那些桑巴去广大 明白 真的 我都听过不少师班队伍说 上个主日才知道 来着的星期六 早上要出席一个奖借安息礼 担任师班献场 一星期时间都不够 唯有要献一些熟识的歌 这样师班会比较 唱得稳定一点 而且因为有些师班员要上班 请不到假出席献唱 于是最能够找到人 临时充当师班员的 就是那些退休的人士 但这样就不能唱到难度高的歌 连《圣诗四部》都未必唱得到 因为很多时候不够男声 女声又只会唱旋律 又学不像和音 基于以上这些实际操作面对的困难 有不少师班都要长期唱 一些耳熟能长的歌 譬如《耶和华是爱》 或者《诗篇23篇》 《主耶和华是我目者》 唱到这些歌曲都被定认为 安息礼歌 亦都形成了安息礼的诗歌 可选曲目的范围很窄 当然因为平日学定都不太可能 因为没有这样的训练时间 还有平日学了的安息礼师 在主耶崇拜未必用得着 那怎算好呢? 怎样可以在这方面 为声乐尋求出路呢? 还记不记得今集合唱团献上的诗歌? 虽然歌曲分类是喪礼、安息礼 但由于歌词的内容 都提及信徒很应该找到机会 去侍奉神 所以我们就尝试做了一个歌唱实验 就是将歌词里面其中两个字 安息变成福气两个字 成为一首鼓励人起来服侍神的歌 意思是说 如果你愿意服侍神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和将歌唱快一点点 有活力一点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次快版的歌唱录音吧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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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生命粮 永远梦爱 永远的福 永远上主典记 为主劳苦 功作圣徒 天父家永恒福气 或是传言或拼道 或是勤功夫与路 多放爱主是神 天守至圣徒 永远梦爱 永远的福 永远上主典记 为主劳苦 功作圣徒 天父家永恒福气 或是见受静怀谋 或是勇尖痴列度 多放爱主是神 将开我幼阳 永远梦爱 永远的福 永远上主典记 为主劳苦 功作圣徒 天父家永远向放弃 只要灵活一些 作出一些小小的歌词修订 原来诗歌都可以被活化 将安器的字眼变作福气 他们又可以做一些练习 而且还可以按教会崇拜主题 例如主题讲到是奉神 这首歌就可以用得着 当讲到是奉的时候 要多放爱主是神 因为这位神是基督 是生命良 信徒要坚守主圣道 和多长思国 让海哥游阳 你发现这些歌词都可以用得着 这样的话又学多一首新歌 歌曲处备多 灵活运用 不单止不会将信息限制住 更加让出席安息礼的人 感受到一份被安慰的支持 相信上主一定会使用 祝愿仲教会 又多些有深度的信息 神学意又丰富的歌曲在口中 不单止向神赞美 更加是荣神益人 那真是一件又好又美的事情 正如圣经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识了自己的努苦 作供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希望今集 透过在教堂举行安息礼 以及如何及早准备 例如诗歌的学习 启发思考如何为最后的安息 准备功课 下集我们继续有诗员老师 在我们当中 带领我们去到天空小教堂 藉着介绍一个小教堂的地方 去继续思考建筑和圣乐的关系 大家不要错过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 可以留言给我们 以及 紧记按订阅的小铃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我们下集再见